欢迎收看内容均衡营养丰富的新闻大沙拉 今天是2023年的2月15号星期三 我是主持人赵志文 首先呢让我们一起关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动态 前南凯罗莱纳州州长尼基海利周三正式宣布 他将在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挑战前总统川普的共和党提名 海利是川普宣布参选后第一位参选的共和党人 他表示说在过去的八次总统选举中 共和党有七次输掉了普选 这样的情形必须改变 他并强调现任总统拜登做得很糟糕 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感到了失望 现在是新一代领导层更迭的时候了 虽然海利呢可能是第一个挑战川普提名的共和党人 但他很可能不会是最后一个 除了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前副总统麦克彭斯 前国务卿麦克彭佩奥 和南凯罗拉纳州参议员蒂姆·斯科特 据传也将转向白宫竞标 下面让我们对焦现任总统拜登 拜登总统周三警告说 让我们清楚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如果把在国会的共和党人迄今为止提出的所有提议加起来 他们将在十年内给美国再增加三万亿美元的债务 同时拜登宣称他自己的预算将投资于美国 用于降低成本保护和加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 同时在十年内削减二万亿美元的赤字 拜登预计将于三月九号公布他的预算 并呼吁国会的共和党人也这样做 总统拜登将于周三晚些时候 前往位于马里兰州 拉纳姆的国际电器工人兄弟会第26地方工会 就减少赤字问题发表讲话 说到这个经济啊 周三强劲的零售销售数据 以及强劲的一月就月报告显示 经济依然坚挺 甚至可能在走强 短期内陷入衰退的风险是很小的 美国政府周三表示 在经历了前两个月的下滑后 一月份的零售额增长了3% 这是自2021年3月以来的最大单月增幅 当时呢一轮刺激支票 极大的提振了消费支出 排除新冠大流行时期 一月份的涨幅是20多年来的最大涨幅 推动增长的是汽车销售的猛增 以及餐馆啊 电子产品和家具的消费支出 一些导致汽车生产放缓的供应短缺问题 已经得到了缓解 越来越多的汽车呢 正逐渐的进入了经销商市场 扩大的库存量 使经销商能够满足全国更多的 尤其是之前被压抑的汽车需求 本周早些时候 高盛的经济学家呢 将近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从预估的35%降至了25% 上个月零售额的部分增长呢 可能是由于一场温暖的天气 这可能鼓励了更多的人呢 外出购买汽车 购物 然后以及就餐休闲 零售销售数据显示 1月份餐厅的消费支出飙升了7.2%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超过25% 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天气变暖啊 春天的到来 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计划 外出hiking赏花了呢 据周历公园官员称 在经历了一场潮湿的秋季和初冬之后 加州人可能会在今年春天迎来五颜六色的 野花超级盛开的盛况 公共土地管理人员预测 未来几个月呢 野花盛开将好到高于平均水平 他们预测呢 这可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 数十万名游客前来观赏 据该机构称 这些年的干旱呢 已经消灭了原本会消耗养分的杂草 为今年的灿满花海铺平了道路 根据公园花草的品种不同呢 游客可以欣赏到生机勃勃的 加州英宿 沙马鞭草 沙漠向日葵 月芡草 或沙漠百合 到时候呢 大家拍照破文的时候呢 记得要at我们新闻大沙拉哦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很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不要忘记了啊 将这份及时资讯分享给您身边的好朋友 新闻大沙拉 我们明天再会